白化佛法 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所以师父跟大家讲 我们人很可怜 生病的人整天想找回自己的健康 失业的人整天想找一份工作 伤心的人总是想我要找到快乐 失望的人总是天天在希望有转机 能够找回自己的希望 我们一生几乎都是在为找事业 找朋友 找财富 找名利而忙碌 甚至我们的一生一世都在寻找 仍然找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其实找来找去 我们应该找自己的本性 那才是最重要的 那是我们自心之本了 如果你找不到自己的良心 找不到自己的佛性 你有了健康 你有了健康也会丢失 你有了事业你也会失去 你有了快乐也会得到更多的痛苦 要学会成就内心的征服 有一句寄语说 就是告诉我们 佛在哪里 就在你的本性当中 你去跟别人求 跟别人学 其实就在你的内心 深处有个灵山塔 因为这个灵山塔 你就一求就灵了 你只要好好地在灵山塔 修你的功德 你就会圆满地在人间了 师父说了 鲁心本性观自在 九世佛心常真谛 所以师父告诉你们 我们这几句寄语 就是要告诉你们 我们人本身就有一尊本来佛 那叫自信佛 但是我们人为什么会找不到 而在色受祥形式当中 慢慢地追逐那些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的欲望 而迷失了自己的希望 所以我们人就是很可怜的 在外境当中 找遍外在的一切 却忽略了自己内心 本性的珍宝 空在世上 几十年都找不到自己真正的 我在哪里 连自己都不知道我在哪里 活在这个假我当中 天天为了面子 为了虚妄 去跟别人斗 跟别人争 这就是我们不懂佛法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有智慧德能的人 有智慧的人能够安排好自己的心态 有道德的人能够安排好和别人的关系 要向心内寻觅你的真正的佛性 你就能成就你内心的真佛 所以要点亮好自己内心的佛灯 我们现代人经常强调 净化环境 净化社会 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要从净化自己 净化心灵做起 所以心灵法门 就是从净化心灵的佛性开始的 因为我们的心 在人间经常被鱼吃 黑暗 无名 烦恼 所遮蔽 我们每个人的自信里 都有一盏心灵 我们要把这盏心灵点亮 能够造出智慧的光芒 般若的光辉 就能赶走你身上 无名和烦恼 所以一个有智慧的人 怎么会有烦恼呢 一个有智慧的人 一定会有般若 想一想我们很多人 对一件事情想不通的时候 就是不肯放下要面子 有的时候你只要跟别人说一句 哎呀对不起啊 我做错了 马上这件事情就没了 你根本用不着背负很沉重的包袱 一天两天三天 这么折磨自己的内心 一句话可以化解怨解 一个笑脸可以化解烦恼 人总是在自己的美容啊 美颜上啊 或者在媒体上啊 但是忘了你应该 好好地让你的心变得美 变得善良 你要点亮你内心的佛光 你就是心灵美 所以治疗内心的病患 你身体生病了 要看医生 你心里生病了 有的人去求神问普 有的人看心理医生 其实最究竟的 当你想不通的时候 解灵还需系灵人 你要做自己的医生啊 因为你自己内心的病 你自己最了解啊 别人 有几个人能够了解你内心想的 所以婆说 一切法为治一切心 若无一切心 何用一切法呀 实际佛法就是为了治你的心而来的 佛陀说法就是要治我们众生八万四千种烦恼病 因为我们有八万四千种烦恼病 所以才会产生八万四千个法门啊 所以要勤修戒定慧 熄灭贪称吃三毒 所以我们要懂得用戒来治贪 用自己的定力来治自己的称心 用智慧来治自己的愚痴 那你的身心才会解脱 你的智慧才会充满呢 我们要挖掘自己内心的财富 社会上的财富 人的财富 那是外在的 随时随地会因为水火盗贼啊 或者一些突发事件啊 或者你的一些不孝子孙啊 而消失啊 所以这些外财 并不能永远地保留住的 而我们内心的财富 那是别人永远也偷不去的 那是我们施不去的一个宝贵财富 大家想想看 如果你有一个信仰 碰到什么事情了 你会特别开心 你说我相信观世音菩萨能救我 别人能偷去吗 别人在难受的时候 你特别开心 因为你心中有观世音菩萨的信仰 你的般若智慧 当别人在痛苦的时候 你很快就能解决任何问题 你有般若智慧 你有般若智慧 别人没有 是别人拿得去的吗 你的慈悲 你的道德 你的精进 你的洗舌 是别人能够拥有的吗 这个是你自己应该拥有的 你自己的慈悲心 会让你得到更多人间的物质 你自己的精进心 会得到你更多的人缘 所以一切都是你自己造成的 所以这些宝贵的财富 还包括了一个惭愧心 师父告诉大家 一个人要有惭愧心 他就不会功高我慢 总觉得对不起别人 总觉得我非常惭愧 我做得不够好 我应该向别人学习 我现在接触的供养 我心里很难过 因为我做得还不够好 就是因为你的惭愧心 会让你精进地努力成佛 所以菩萨就是让我们懂得 心中的财富 那是取智不尽 用之不竭的 你想拥有多少财富 就要看你自己在你的内心当中 要挖掘多少了 生活在世间 有的人专门找门路 还有的人经常找人家茬 找来找去 最后自找苦吃 自找罪受 我们唯有找到自己心中内心的宝藏 你的心里才会开朗 你的生命才会过得踏踏实实 无论什么样的生活 只有佛法伴随着你 你的心才会静 你的意才会自在 所以师父跟大家讲 我们学佛修心 我们学佛修心 谁都知道 要放下 很多人跟师父说 师父 我们到哪里去 别人都叫我们放下 这个放下不是这么容易的 都不知道放下什么 听起来非常简单 师父告诉你们 放下那是一种境界 首先要明白 佛教让你到底放下什么 你要知道放下什么 有人问呢 人间的一切 如果我都放下了 那么我什么都没了 佛法为什么经常叫我们放下万元呢 如果我们学佛把所有的缘分都放下了 我们又能做什么呢 而且有的人感觉佛法 好像总是让人趋向一种消极 你放下了 不要去了 总是有的人错误的理解 佛法如果什么都放下了 我钱也不要了 我衣食都不要了 我工作不要了 我家也不要了 我自己的小世界 小天地 不就完了吗 师父告诉你们 这是一种偏见 师父说 你要懂得放下的真正含义 就是你什么都放下了 它就结束了 完了 你什么都放不下 它也会结束 也会完了 所以首先要理解 所以首先要理解 事事无常 一切都是成住坏空 那么有人问了 我们到底应该放下 还是不放下 佛经经典 佛经经典 经典曾经告诉我们 学佛要懂得替而换之 就是举个简单的例子 举个简单的例子 一个乞丐 刚刚从别人手中 要了很多的钢瓣 他拿在手上的硬币 你说他心甘情愿 放下手中刚刚要来的硬币 答案是说肯定不行的 对不对 我们人是不是像这样 拿到人间一点利益了 拿在手上 死都不肯放 那么你拿一个石头 你跟乞丐说 我来换你的硬币好吗 那么乞丐肯定说不行 那为什么呢 那么硬币更值钱呀 对不对 那么如果你今天拿的是一块金子 一块黄金 你去跟乞丐换 那乞丐一定会给你换 大家想想这是为什么 因为金子黄金更值钱 那么从这个道理上 师父就可以告诉你们 想放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替换 大家听好了啊 因为我们放不下人间的一切的原因 因为人有一个自私的心 没有得到更好的 所以我们就放不下 所以当你没有得到更好的利益 你就放不下眼前的利益 那么我们用正能量的思维来考虑 如果你现在用素食来替换 昏食的时候 你想一想 你不就是放下了屠刀吗 你得到的是慈悲呀 如果你用布施 去替换素取的时候 你放下了贪婪 你用你的信仰信博 就等于去替换你的贪的毛病 如果你用信博去替换空虚 比方说你平时在家里很空虚 突然之间我学佛了 那你就放下了在家里的寂寞 如果你今天碰到很多烦恼的事情 你想也想不通 你想做啥事了 我今天想不通了 想做啥事 突然之间有智慧给你了 你是不是换下了你的愚痴 你就放下了执着了 这就是智慧 在不断地转换你身上的贪嗔痴慢疑 你要用正念去替换你心中的杂念 你就放下了妄想了 想不到的事情 你为什么要去想 那就是妄想 当你想得到的时候 你用正念 这件事情我做了 一定会有善良的善报 那你就放下了你的幻想 很多人用自己随喜的心 去替换嫉妒的时候 你就放下了烦恼 你用忍辱去替换报复的时候 比方说你恨别人 你很想报复 最后你忍耐了 你放下了称恨 你用慈爱去替换贪爱的时候 你会放下你内心的心痛 如果你不懂得提起 你就不会明白 什么叫放下 你想放下什么 你先要懂得 你在人间已经提起了什么 所以师父告诉你们 刚刚跟你们说的 素食也好 布施也好 信仰也好 智慧也好 包括正念 包括随喜也好 那都是黄金啊 要替换你们内心深处 和手抓住人间的那些硬币啊 用这些善良的智慧 去放下 去懂得怎么样 用智慧的佛法 用超出人间 这种般若的智慧 去解决人间的一切烦恼 去替换那些曾经拥有过的贪婉 和称念和愚痴的心 你不就是菩提智慧吗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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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